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已年复活期第二主日 同时也是救主慈悲主日 因为在公元2000年4月30日 复活期第二主日那一天 教宗洛王保罗二世 为父天纳修女宣圣 并且在那一天 宣布这个主日为救主慈悲主日 在这段预约庆节期间 我们与慈悲救主耶稣 一起经验了十字架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中 痛苦被了解了 仇恨被宽恕了 挫折被鼓励了 忧苦被安慰了 死亡被克服了 而就如圣索的账曼 从上到下 裂成了两半 耶稣也拆毁了一切 存在于穷人与富人之间 健康的人与有病的人之间 聪明的人与愚笨的人之间 肉身受苦的人与心灵受苦的人之间 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 那由偏见所编织而成的账曼 或由仇恨所构组而成的城墙 这一切的藏漫或城墙 耶稣已经为我们采除了 因为耶稣已经为全人类受苦 死亡并且复活了 全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 都已经被天主的爱和宽恕所包容了 这正是耶稣复活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讯息和精神之一 因此 在今天的读经一 《中途大事录》里 我们看见了一个团体 一个被耶稣复活的精神所吸引 并在生活中去实现这种精神的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我们的初级教会 在这个团体中 成员们以一种新的态度和精神 也就是以耶稣复活的精神 以及爱和宽恕去彼此相对待 他们把这精神具体体现在生活中的方式 按照今天读经一所说的 就是同心合一 所以读经一 就是像我们叙述了初级教会的生活 门徒们怎么样去彼此同心合一 他们第一个显示同心合一的行动 就是财务的共享 因此 在他们当中 没有人缺乏什么 虽然 今天教会的生活方式 与初期教会略有不同 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显现出耶稣复活的精神 却是万古长新的 因此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 复活了的主耶稣 那么我们就必定 也会敏感于 弟兄姐妹们的缺乏和需要 并且渴望与他们分享 我们所拥有的财物 而这个信德的团体 实现同心合一的第二个行动 就是中途们的见证 中途们 将他们所具体经验到的复活耶稣 通传给团体 并且继续 继续耶稣的工程 而团体 也以受教的耳朵 以及受教的心 去聆听 以及遵守 中途们的训会 并且 去接受 中途们 所传下来的信德 是啊 弟兄姐妹们 这一个团体 以同心合一的生活 来为复活的主耶稣 做见证 但是 这种生活 不是如同世俗一般 是站在互利的基础上 或是所谓 社会正义的理由上 不 他们之所以如此做 完全是因着 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相信耶稣 就是墨西亚 就是天主子 而这信仰 也将为他们 为我们 带来新的生命 所以 就如同圣洛王中途 在他福音的结尾处 他这样写说 这些话所记录的 是为叫你们相信 耶稣是墨西亚 天主子 而使你们信了的人 赖他的名 获得生命 用圣洛王 在今天 读经二 所使用的话来说就是 凡信耶稣是墨西亚的 都是天主的儿女 罗王说得真好啊 因为 只有这样的天主儿女的新生命 才能够使我们产生 比死亡更强的爱 也唯有如此的爱 才能够使我们 不再做嫉妒 不再做怀疑 不再做偏见 暴力 战争 和死亡的儿女 而成为懂得去爱 懂得去宽恕的 天主儿女 然而 关于这宗徒们 传下的这信德 弟兄姐妹们 你可能要问说 是啊 宗徒们具体的经验到了 复活的主耶稣 他们看见 所以他们相信了 而本主日的福音 就是在向我们叙述 耶稣在他复活的当天晚上 头一次显现给聚集在晚餐厅的门徒们 以及八天之后 另一次对多莫的显现 然而 在他们之后的基督信徒们呢 我们既无法具体的看到 耶稣的形象 也听不到 耶稣向门徒们 祝平安的声音 更别说 要以我们的手探入 他的肋旁 因此 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德呢 在今天的福音里 复活的主耶稣 就要为所有 未曾用眼睛看见 用耳朵听见 用指头探入他肋旁的 所有人开启一道 通往信德的门路 按今天福音的记载 当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们的时候 独缺多么 所以当别的门徒 向他见证 主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 他竟然对他们说 除非 我看见他手上的定空 用我的指头摸那定痕 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 我绝不相信 多么的怀疑 弟兄姐妹们 不也常常是我们的怀疑吗 我们常常像多么一样 觉得耶稣的形象不够清楚 无法让我们看见他 耶稣的声音也不够大声 无法让我们听见他 耶稣的肋旁也不够具体 以至于我们无法触摸到他 反而 这个世界有其他太多更容易 让我们看到 听到和触摸到的事物 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 因此 我们常常自私地去寻求 这世界的五光十色 贪婪地去追求 这个世界的声色全满 教宗方济哥 在他的痊愈 福音的喜乐中 更是具体地指出了 我们看不见耶稣 听不见天主的问题之所在 他这样说 随着各种不同 和窒息人心的消费行为 近日世界的大危机 是个人主义造成的忧伤 这份忧伤 源于自满与贪婪的心 自罪紧迷 良知麻木 内心若被个人私意和顾虑所禁锢时 就在没有空间 去顾及他人或容纳穷人 就听不到天主的声音 感觉不到他爱的疑乐 行善的渴望也消退了 信徒们同样会遇上这危机 很多人跌落四仙境当中 变得懊恼不满和萎靡 是的 教中的一些花 让我们看到 即使是身为教友的我们 我们也常在那些无法让我们满足的事物上 自私及贪婪的去追寻 去寻找 去追求 那只有天主才能够给予我们的满足 也因此我们如同多么一样 用我们的生活一再地向耶稣说 除非 除非让我用我的手探入你的肋旁 我绝不相信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或许很羡慕多么 因为耶稣毕竟还是向他显现的 而且邀请他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吧 伸出你的手来 摸摸我的肋旁 不要做无信的人 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 因此弟兄姐妹们 我们或许也会这样想 如果我也有像中徒们一样的幸运 能够亲眼目睹复活的主耶稣 亲耳聆听他那 愿你们平安的祝福声 甚至如同多么一样 有幸能够受邀 亲手贪如耶稣 他那受创伤的乐旁 那么你要我信 耶稣复活了 很容易嘛 然而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 我们就是在欺骗我们自己 并且为我们自己 在找一个远离耶稣的借口 事实上 如果我们全心相信 耶稣所说过的话 我们便能够看到 听到 触摸到 耶稣他那带着武伤的光荣身体 记不记得弟兄姐妹们 耶稣不是曾经跟我们说过吗 你们为我最小一个弟兄所做的 就是为我做的 而在今天的独经二当中 圣洛望中途 不也如此的向我们说 我们若爱天主 又遵行他的诫命 便知道我们一定也爱天主的儿女啊 是啊 在忍机受恶的人身上 在没有衣服 可以蔽体的人身上 在身陷 监牢的人身上 在逃难的人身上 在有苦哀伤的人身上 在俘虏身上 在生命垂危的人身上 在所有受苦的人身上 耶稣向我们显现他自己啊 每当我们走在街上 或坐在家里看电视 收听收音机 或是阅读报纸的时候 我们随时随处 便能看到耶稣 听到耶稣 触摸到耶稣 耶稣离我们很近很近 他就在我们的家里 就在我们的街上 就在我们的城里 就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他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 他总是在召唤我们 靠近他那带着伤痕的肋旁 就如他召唤多么 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一般 他同时也在对我们说 你因为看见我才相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弟兄姐妹们 是啊 我们多么有福啊 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 复活的主耶稣 可是每当我们注视着 我们人类同胞 那受苦的生命时 我们便是真真正正正看见了耶稣 每当我们竖起耳朵 来聆听受苦者的呼号时 我们便是真真正正听见了耶稣 每当我们把手伸向孤独无一的人身上 并服他们一把水 我们便是真真正正触摸到了 耶稣 他那为我们流出血和水的热旁来 因此 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 我们经验到复活的耶稣 让我们用两种方式 参与了他的胜利 一个是爱德的见证 一个是信德的见证 凭着这信德 我们便可以在受苦的人类同胞身上 看到 听到 甚至触摸到 那复活的主耶稣 也是凭着这信德 我们也能够像初期教会团体一样 在弟兄姐妹们身上 看到 听到 一起触摸到 那复活的主耶稣 当然 也是凭着这信德 我们更是可以在教会 圣事的庆祝礼 礼仪当中 亲身去 遇见这复活的主耶稣 是啊 凭着信德 我们便可以同多么一起 向耶稣宣发 我们对他的信仰说 我的主 我的天主 所以 弟兄姐妹们 不要 不要疑活 尽管信吧 把你 那帮助过穷人的手掌 指头 伸到这里来 看 这是主 被钉子穿过的手 把你那双 鼓励 病苦 无疑的人的手 伸过来吧 主耶稣 正邀请你 探入 他的肋旁呢 把你那曾经 鼓励过 哀伤人的口舌 伸出来 这是主的身体 是为你而舍的 把你 那对近人 充满感恩 及赞美的嘴唇 张开来 在你面前 这是主的宝血 是为你 请犹出来 为使你的罪 得赦免的 把你那双 聆听受苦者 呼声的耳朵 大开 这正是主 对你的问候 愿你们平安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